一年一度農民节表扬大会 由新竹市长林志坚 颁发十大杰出农民 农界有工人员等奖项表扬优秀农民 并感谢农民为新竹市农业的努力与贡献 让新竹市农业能永续发展 近年来我们新月期 投入在照顾农民朋友工作上的经费 已经要一月了 我看到明年一定超过一月了 那么我们做了哪一些工作 我简单讲了 包括了这个机具的一个添购 还有我们这一些 领友老农津贴的这一些农民朋友 不管是这个农保健保 致富额的部分 我们新竹市政府都有给予一些补助 让大家能够减轻负担 会中除表扬十大杰出农民与农界有工人员之外 还表扬模范农民优良农事小组长 优秀家政干部 优秀四件议址 优秀四件会员奖等十多个奖项 让平日与农业上默默奉献的农民 在属于自己的节庆上能得到重视 整个产业结构上 我们当然有我们的畜牧业 有我们现在的友善农业 种植水稻 种植蔬菜 还有一些就是说 特别的作物像香蕉等等 这些都有一些满杰出的一个农民 表扬农民节之际 也鼓励我们 也拜托我们的市民 我们的百姓等等 能够对我们本地农产品 在地农产品的一个享用 这就是对我们农业最大的一个鼓励 近年来从事农业的人力 也持续有心血加入 像是结出青年农民奖项 就是鼓励青年朋友投入农业 让农业发展持续深耕茁壮 因为现在食安的问题 真的还蛮严重的 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吃 发现其实食材的源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去从事 就是读农业相关科系 然后就是想说 什么东西是最安全 然后最 就是比较安全的食品 然后去从源头 可以做生产的样子 以后都早会觉得比较辛苦 毕竟务农嘛 但是也因为这个产业 比较不一样 所以会想说 就去带这产业 继续把它发展下去 那看能不能协助 让这个产业变得更好 主要还是把食安问题搞安全吧 因为毕竟食安这件事 还是消费者最担心的事情 那我觉得还是先把 如源的源头的 这个问题解决好 那我们源头搞定 而且品质维持到一定程度的话 那我相信 大家对这块产业会更有信心 新竹市并非农业大县 历年来举办的荔枝节 茶花季以及稻米产销般 自产的好香米品牌 都是农民朋友的心情耕耘 为自己做出一条特色产业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 是最新竹市的一条特色产业 现在还不适合 把这个交易的许多特色产业 可以担心的一条特色产业 是最新竹市的一条特色产业